第389集 胡威看着叶少阳静静地说道 叶少阳笑道 体术 法术 陪你玩了两阵 下一阵出什么 胡威淡淡一笑 邪术 说完扔掉被水湿头 纠结在一起的浮沉 胆息跪地 口中不断念咒 两只眼睛瞬间布满了血丝 一滴滴血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顺着下巴滴在了地上 立刻进入地下 叶少阳感受到了一股邪气 从胡威身上蔓延而出 眉头皱了起来 看着真是好厉害 这畜生要干什么呢 胡威口中念念有词 随着更多的血进入地下 面前的土地缓缓裂开三道缝隙 三副骷髅陆续爬了出来 眼口鼻中 各有一块红色的舌头一样的软肉伸出来 看上去不算恐怖 但是很恶心 三只骷髅长得完全一样 都是身穿长衫 砍不到脚 双手却像正常人一样 有血有肉 双手骄卧 飘在空中 叶少阳一看之下 大为震惊了 难难道 命魂术 命魂术 乃是茅山北宗独有的邪术 叶少阳只在书上看过介绍 说是要先寻找厉鬼级别以上的鬼魂用自己的精血 对其进行十道摧毁 过程十分残忍 诸鬼魂 灭精魄 使其完全成为自己的傀儡 这还只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搁下自己的双手的皮肉 通过阴术移植到鬼魂的手上 这个施法的过程需要对自己的手进行切割 直到命魂拥有自己一样的双手 血脉相通 才算成功 如此一来 当自己做法的时候 命魂也会跟着一起做 将法术的威力提升到两倍 同时 命魂还会提供自身的鬼力修为 书上还说了 这种淬炼命魂的法术 需要从自己手上割肉十次 过程长达数年 其中的痛苦几乎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所以就算是茅山北宗弟子 也很少会修炼这门法术 令叶少阳倍感吃惊的是 胡威不仅修炼了法术 还淬炼出了三支命魂 这需要多强大的耐心和毅力啊 虽然命魂只是傀儡 反应迟钝 但是能够将主人的法术威力提升一半 三支命魂就是一倍半 再加上他自身的鬼力至少又是半倍 也就是说 自己等于是在跟两个胡威作战 这他妈怎么打 三支命魂升起来之后 胡威冲着叶少阳斜斜的一笑 双手开始截引 三支命魂立刻也双手交我 与他进行一模一样的动作 一道道血光从他身上 缓缓的释放出来 汇聚在了胡威的身上 胡威突然停着的截引 左手竖起二指 点在了右手掌心上 不断往上跺脚 眼角上翻 口吐白抹 浑身抽搐进来 看上去像是反了杨颠锋一样 他这是在干什么呢 谢雨晴惊声问道 在倾身上身 叶少阳沉声说道 谢雨晴一睁 猛然想起来 在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画面 也是情神 胡威现在的样子 就跟电影里看上去的一样 带着几分喜剧 不过就凭他每次跺脚 都能把地面跺出裂缝这一点 这么生猛的表现来看 谢雨晴根本就笑不出来 这家伙 简直不是人呢 他再度举起了手枪 瞄准了胡威 虽然叶少阳不让他出手 但他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 突然间 他感到自己的双腿被人抱住了 低头一看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眼眶里流出红色的血浆 展开了没有牙的嘴巴 冲自己做出了恐怖的表情 抱住自己的双腿 向上攀爬着 啊 谢雨晴尖叫了一声 本能地把手枪插入 女鬼的嘴巴里开了一枪 砰的一声 那女鬼脑袋被打得四分无裂 里面空空的 并没有什么血或者脑浆流出来 身体倒地也不动了 软软地倒了下去 谢雨晴正是在发冷 突然又看到两只女鬼 从门外缓缓地爬过来 看到她们的衣着 猛然想起了那两个被胡威坑害的可怜女人 可是 她们连魂魄都被叶少阳收了 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是胡威倒的鬼 叶少阳丢出了两枚五笛钱 打在了两具尸体身上 将衣着在她们身上的邪气打散 立刻就不动了 谢雨晴喘了两口气 见叶少阳站着不动 急忙催促道 你还傻站着干什么 人家都倾神了 你想办法弄他 叶少阳也没理他 从腰带里拿出了老锅 给他装金粉的小瓶 挤在了尖端的毛刷上 在灵符上飞一块地画着 口中喃喃地说道 国师兄 感谢你的发明 我要是不死 回去给你立个杯 别别别 立个长双排位 神符画好 叶少阳便朝着胡威飞奔过去 胡威眼球一转 两只血红的毛子转了下来 身体肆意血光流转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轮廓 是一只身穿古代官袍 但是猪面狗嘴 头上长着独角的怪物 邪神 叶少阳暗暗息气 胡威果然请的是邪神上身 胡威看着逼近的叶少阳 眼中流露出了诧异之色 用比平时浑厚数倍的声音说 叶少阳 你不请阻止上身 敢用真身对付我用三只命魂 请出的邪神 哼 费那事干什么 夜少阳翻了个白眼 你废话真多 爱打就打 不打就滚 年轻人都比较臭 哼 我喜欢 胡威念了一遍咒语 那三只命魂力和收缩 重叠在了身体里 将之前结印生成的法术之力转移至胡威身上 血光萦绕之间 那个邪神的身影更加高大了几倍 站立不动 面带一种藐视的神色看着叶少阳 胡威举起了一只手 邪神也举起了一只手 将附近的血光尽数吸到了掌尖 对着夜少阳便一拳砸了下来 一股强大的邪灵之力 随风一般狂卷而来 船都还没到 便形成了一道强大的空间封印 将夜少阳牢牢地封印住 胡威充满蔑视地对他一笑 摇了摇头